所以後來就一天 就要死了 死到前面 喔來啊 終於到我了 你也就輕鬆一下 這樣就好了 你不能很嚴重 你很嚴重的時候你自己也會亂掉 好 所以各位呢 但是大悲心最大的問題就是 避免啦 稱恨啦 這樣不行 不捨大悲也是不捨棄對方 眾生都可以生活 眾生都對我們有溫的 所以我老實說像我呢 媽媽現在還在 老實說 你如果問我說 那你有沒有想到你媽媽 我實在沒辦法 我天天都會想到我媽媽 希望她快樂健康 我挑戰的 因為我必須用想我媽媽的心態去想別人 我媽媽是讓我去關心別人最好的助言 因為我知道怎麼關心我媽媽 我媽媽稍微一生病啊 稍微不舒服啊 那我就會很用心 很用心 但是我雖然很用心 但是我外表更冷靜 為什麼 因為你要保持空性 才對她有功德 了解嗎 我哪一緊張對她沒有功德 保持在空性 然後關心更多生病的人 但是沒有我媽媽 讓我生起這個感受 那我就不知道怎麼去修悲心 所以有時候我講到這個 我實在很感謝我媽媽 我想她應該帶到那個翁身 那就要讓我修大悲心 留那麼久了 要讓我常常這樣 還要上便宜了 喔 今天打便宜了 喔 還吃不下了 這樣啦 所以我有時候都不好意思問 我有時候每次打電話回來 我都想 欸 我媽媽好了 我說 不好意思問 阿叔 你每天問你媽媽 不好意思問 但我心裡都會想要問一下 那是因為我 我會把這個擔心變成悲心 當然我要去了解 所以有時候不好意思 但是心裡要放著 那但是如果你學會 你對你兒子這樣啦 對你爸爸這樣啦 對你媽媽這樣啦 那我們只是把它平等掉 所謂大 我們對老母子鼻這是正常的 大 就是空性沒有分別 所以我們對每一個眾生 都是老婆 老母親子兒子 這樣去給他擔心 去給他煩惱 但是這裏裡有一種的利用 不去給他就爛 我們就更加打拼 更加認真來盜上 所以我想 那各位要練習這個 不捨大悲 不捨大悲叫做 多觀修眾生苦 再念這 善思如母眾 男人無量苦 所以你要常去想白人的艱苦 老實說 打拼跟醫生 我們可能會羨慕醫生 現在做醫生 沒有打拼 那個病人就 那我們會 喜歡同情生病的人 當然忘了同情醫生 醫生更痛苦 對不對 醫生等一下 疑別人那時候 我認識很多醫生 他說 師父 我也很煩惱 哪一天我中了 不知道要怎樣 知道的人反而更怕 不知道的就沒事 雖然他現在很健康 但是他將來也是要面對這個老病死 所以我們對兩邊都要慈悲 所以各位要常常去練習 你看老的五個人 走開去 希望他快樂 希望他健康 希望他賺錢 先滿他世間的願 希望他家庭平安 希望他苦恥苦恥很好 你要挑戰去練習 最近聽說大陸高考 他們很多家長 用各種管道 心往我給他回向 那我這幾天就覺得 我自己要苦恥的樣子 我就一直 不管做什麼事情 我最後一定會回向 一開始我會想到 我老實說 昨天在印度有很可憐的事情 一個媽媽 她被她先生拋棄了 生了一個小孩一兩歲 但是她終於找到她真愛 另外一個女孩子 她們同性戀了 但至少 本來那個時候她要自殺了 結果她再給愛了一下 所以她們婚姻 她覺得她們結婚很快樂 雙方家長反對 結果各位看到報告嗎 那個媽媽到河邊以後 就把小孩子先推下去 然後跟她另外這個愛人 綁著印度人的習慣 紅色的線綁在一起 講了一句話 寫了遺書 這個世界 容納不了我們 那兩個就跳下去 這樣就死了 可不可憐 來 法惠功德 回向為愛情而自殺受苦者 被推落河裡面的小朋友 小朋友也很無辜啊 對不對 但是媽媽的動機好像是愛她 她既然要自殺 還不要留她的時間受苦 所以我們要一直回向來 所以我要給她取的名字啊 善妙啊 新妙啊 靜妙啊 當我一寫的時候 我好像聞到印度人的味道 這是我的信念嗎 無論如何我覺得這是個感應 所以我就覺得說 因為我們關心她 她也要告訴你說 謝謝你關心 但是各位 那這你就盡力吧 那我也想說 他們一定跟我很深的緣 不然我不會 你看我名字都背好好的 所以我給她放甘露丸啊 給她水啊 給她藥啊 然後我就一直給她唸啊 希望她放下 感情苦不苦 各位 有感情苦不苦 說得好 說得好 有苦嗎 還不夠啦 不然你怎麼會出家呢 你還可以忍 哈哈哈哈哈哈 不能去挖到 要挖嘴皮就不甘苦 不捨大悲 不捨大悲心 離開慈悲 就像被火在燒一樣 你要修到這樣 慈悲生命才有 才可以呼吸 沒有慈悲 呼吸不了 生命很苦 慈悲才有生命的前途 我看現在很多人 還迷迷茫茫啊 迷茫的意思是 你沒有找到悲心 菩提心才是我們 生命唯一的醫子 所以你會迷茫 所以各位 唯一佛 不捨菩提心 不費勸人家 付菩提心 不捨對眾生的大悲心 要背起來好不好 第四句話 讓我再交代 於一秤中 忠不勝心 你不能去追求 世間一切快樂 人聖天聖 身文言訣 這秤就是有快樂的地方 都不能去追求 身文秤是說 我就進了阿羅漢的快樂 那你不能升起這個想法 你只能永遠懷著大悲心 菩提心 去幫助所有眾生 你對世間有一點快樂 我有一間廟很快樂 我兒子很乖 我很快樂 這個都不行 一余秤 對世間所有的快樂的方法 都不會吸引你 都不會想去追求 唯有一條路 唯有一條路 就是成佛 幫助眾生 幫助眾生成佛 都可以 佛陀教我們 這個才叫 真實的歸佛 所以各位 歸佛沒有 歸佛 歸佛啦 你不能為了 在那兒子 去找快樂 在命理的地方去找快樂 你如果對世間有所接到 大悲菩提心 沒了 馬上沒有了 唯有一條路 所以有時候修行 就像一個戰士一樣 我出去就要死了 那你要準備好 你可以死亡 但是你不能退轉 為眾生 發大悲菩提心而死亡 死了再來 繼續努力 這樣可以 但是對余秤 忠不升心 麻煩各位多唸幾遍 好不好啊 背下來 背下來 那像我這樣講幾次以後 我自然好像就會背下來 所以 要勸人講 勸人講 快點 我們再唸大聲 快點來 來 藏者 再加菩薩 成就釋法 歸依以法 何等為事 一 以法師人 親近依附 二 聽聞法語 善師念之 三 如所聞法 為人演說 四 以此說法功德 回向無章 正正之道 那既然我們發心了 那各位你就要去親近 發菩提心的人 所以以法師人 這個法代表菩提心法 這個菩提心法 那麼這個人已經發菩提心了 那你去親近這個人 親近這個人 你才會知道什麼叫菩提心呢 親近依附他 依止他 不然靠我們一個人 自己孤獨沒辦法 所以各位要 要讓自己去 去想辦法 去親近 所以我們為什麼叫 謙諾 南媽謙諾 我們要一直想著 所以好像各位 你去念阿彌陀佛 不能離開阿彌陀佛的心 不能離開疏忽的心 離開神地的心 你要盡量去親近 不過感情跟發心 是要分清楚 所以各位呢 因為女眾 有時候 你不知道 什麼叫真正菩提心 你去親近依附 哇 說去愛的師父 這聲大條了 我老實說 我出家那麼久 我看很多 不是光我自己 這個女孩子 去愛上這個師父 她這輩子變不了 不會變 變不了 最後 有可能變成恨 但是不可能變 她這個愛也捨不掉 所以各位 千萬不要掉下去 你已經學佛了 又故意去掉下去 這個陷阱 你拔不出來 拔不出來 像那個床 都高感化 拔不出來 所以 那所以你一開始 你現在整個散步了 你要問自己 動機要很清楚 我雖然不是女人 我是男人 那我對這個女孩子 過去有 有素式的感情研 我第一秒我也知道 我就會趕快離開 這樣 因為這樣 對自己不好 因為我要修行 對對方也不好 但是如果你故意的 第二秒 我還跟他聊一下 第三秒 你完蛋了 你現在鬥高 再背一次 不中第二支毒箭 今天你罵人了 你錯了 別人跟你講 你不要解釋 你不要找藉口 如果你找藉 因為你罵人就是錯 對方在怎麼錯 你也不能罵人 那你還找藉口 你已經沒懺愧心 那就 掉在骨 你這世人不改 你只會找藉口 才保護你自己 你從來不承認 你罵人的 憎恨心的錯 這要了解 所以同樣的 我們在講這個 這個悲心 那悲心最大的忌諱 就是這個 稱心 很多稱心是貪然心來的 那你剛才說的 你就知道 你對這件事 會接到 你又挑戰去看 那我打個電話給他 我打通簡訊給他 你就掉到了 你一輩子拔不出來 所以各位 當然 一秒鐘陷下去 你可能要參與一年 才拔出來 你就要很精進 不然呢 你還有這個僥倖的心態 可不可以挑了 所以當然我們寫 與法師人親近一父 我們是因為 依止他的菩提心 從他身上去學 但是你不能去分別他的外表 對錯 因為重點是他的菩提心 那這個才叫法 法 因為這個法師 他是用法在實踐他自己的生命 也在自立立他 所以我們要這樣去親近這個法 所以我們今天現場有這麼多法師 我希望每一個法師呢 都要一直24小時 盯自己盯得很緊 我現在的起心動念 是不是一個 佛經裡面講的菩提心 如果不是 我趕快看佛經 趕快思維 趕快祈求三寶 祈求阿彌陀佛加持我 生起一個同樣的心態 你要一直提起自己 我想我們一個出現人 存在這個世間唯一的價值是因為 你有一顆菩提心 所以你的身口意 就算你是個啞巴不講話 別人供養你 別人都可以超度 就是這樣 那如果我們失去了一個菩提心 那就不具足超度眾生 幫對方消災解惡的能力 所以剛剛我們中小學校長要離開 我也是祈求他 沒有錯 他們一定會答應 大家這麼護持 以後會教過小三民的生活吃住 他說我講一句話 最重要的 我說主任 我們最重要的 無論我們護持這麼多 信徒也好我們 就是希望為整個世界培養出一個 有菩提心的人 來利益這個世界 因為可能他小學畢業 讀中大學可能要成為格西 如果他沒有一個菩提心 他得到一個格西的位置 得到一個活佛的位置 那對別人傷害很大 因為沒有人可以從 他身上學到什麼是菩提心 因為佛已經不在了 就靠著人的菩提心 讓別人感受到佛的存在 念一下佛在心中 對啦 一個有菩提心的人 我們哪怕他是個老和尚 他是個在家人 我可以感受到佛 在你身上 所以我經常講說活佛活佛 是大家都可以做的 只要你把菩提心 放在你心上 不分在家出家 別人都感受到 所以你做老婆的菩提心 做兒女的實在是福報太大了 我的媽媽就是一個菩薩 因為有菩提心的人就是菩薩 那我就知道怎麼樣帶人出世 因為佛隨時在教法我 有菩提心的人說說話 所以各位我們為著要不捨菩提心 不捨大悲心 所以我們要去清淨發菩提心的菩薩 當然最高的原則是 以其我們去依靠別人 當然要去依靠 我們自己也要一直想辦法 去達到這個菩提心 不間斷的狀態 這個是對整個世界最大的貢獻 所以佛陀下來 一發菩提心 罪障皆消除 不退菩提心 必廣度眾生 所以發起來如何不退 那這個世界就有福報了 一個菩提心的菩薩在這個 所以那如何達到呢 第二 聽文法以善思念之 那我們看到佛經 善知是說法了 那你要百千萬遍的去重複 重複重複 那我是不是一直在一個大悲菩提心 我是不是真實要去推廣菩提心 不要讓我們的心再分別貪成磁 所以我看過很多人 一開始好像有發菩提心 後來呢 執著了兒子啊 執著了某一個事情啊 他馬上就 這個一點點菩提心又被燒掉了 所以各位就算你有兒子 你有事業要照顧 你也要強迫自己 你也要用菩提心去照顧你兒子 這是最好的方法 世修的心態 永遠不會遭到佛心的照顧 佛心的功德 一定包含了世修的愛 世修的愛沒有包含佛心 那你為什麼不用菩提心去做每一件事情 所以那我們一定要去思維 怎麼發菩提心 所以聽文這個菩提心的教法 這個法師就是因為有菩提心 所以我們才親近他 那他講的都是實踐菩提心的方法 所以我們要一次兩次 用生命去實踐 所以想改變自己的 這個思維有一點分別 念就是進入你的心了 好像那些靜音 插在你腦袋裡面 保持正念 保持正念以後 表現出來一定是個菩薩行 所以善才同志五十三餐 雖然他發起菩提心 但是他怎麼去實踐菩提心 他不知道 所以這些善知識告訴他 怎麼去實踐菩提心 第三 那懂得菩提心的人 或是你懂得這個 離苦得樂的方法的人 如果你不認真 也沒有那個悲心 善巧方便跟人家說 那你也發不起菩提心 所以第三 如所聞法 為人眼說 各位要 很開心 說得讓人家嘴囊 好不好 喔 那些東西很好吃 喔 這個菩提心很好 怎麼好 你要好好說 那你要很認真去說 但是各位記住 很多人說 我不是出家人 我不能跟人說 你這樣說 你就沒有發菩提心 不了解菩提心是什麼 像各位今天 我們來討論佛法 晚上回去家裡 要不要跟你家裡說 你想辦法要說 他不聽你也要說 像我在家一樣 我懂了一點點佛法 我回家就跟我太太說 吃飯跟我爸爸媽媽說 兒子呢 他躺在床上 我講到他眼睛越瞪越大 他喜歡聽 然後呢我去上班 我要跟公司的人說 我請朋友吃飯要說 後來我主動要去帶團 我要跟每個人說 雖然我懂得不多 但是地藏經呢 最相應於菩提心吧 那你一定要在講 如所聞法 為人眼說 老師說 像今天法會 我很希望說 在一起來了 開始講 講到晚上 還是講也要講 學部也要修 事情也要玩玩 大家覺得有意思 但是我很希望 能夠多一點點機會 來大家討論佛法 引起大家 對真實佛法的關心吧 第四 以使說法功德 回向無上正真之道 所以我們說法 不是抬高自己的地位 說我靠財好 說我付經不得了很多 不能有這個想法 我們 我們 了解了普利心 所以各位 簡單的說 這裏分析四條 你去接近一個 法普大師 你這樣 你這樣 從他講的話 好好去思議 實戰 在老人打拼跟我們講 這裏分析的功德 都要回向眾生成分 都要回向有這個地位 幫助眾生 以此說法功德 無所求的 千萬不要說 我今天講今說法 講來講去 希望大家有布施錢給我 然後我們要蓋我們的寺廟 有時候我覺得 為了菩提心 不要有我的寺廟 別人 比較要緊 別人比較要緊 別人比較要緊 有錢金生分幫助別人比較好 所以幫人照佛像 照佛塔 幫助他們照顧老人病人 好 所以各位要背 四條 我現在講了比較久 歸佛哪四條 歸法哪四條 那你至少要背個 一百零八遍 好不好 那成為你 你連吃飯都想到這個 連吃飯都想到這個 慢慢慢慢你就入法 第八 長者 在家菩薩成就四法歸依於身 一 若有未定入身文聖 確定方於一切之心 二 若以財社 若以法社 三 依於不退菩薩之身 不依身文聖 是求生文得心不注重 好 我們發起菩提心 清淨善知識 到處去推廣菩提心法 那怎麼樣才是真正歸依身呢 菩薩不是為自己 菩薩是為眾生 這裡面寫的 若有未定 這個修行人 那是這個在家人 他有什麼修行 但是他修行是為了自己的快樂和解脱 有些人中感情很辛苦 阿叔我要快樂阿彌陀佛 我看他脫離輪迴 這個叫生文秤 因為他雖然他脫離阿彌陀佛 但是他不是發起大秤的心態 他是為了自己 自己比較不會破壁 自己有辦法趕快脫離不要再做人 這樣 這樣來念佛 如念的 比較沒那麼相信 搞不好念的動不住 念怎麼念怎麼疼 因為 你無法破壞心 忽然的價值不夠 你無法破壞心 跟中美消毒 你同樣疼 你就會退轉 所以你就要把他放 這種人 他雖然已經出家了 有些時候他在修行 但是他不真的 法破壞心 你就要把他教 你要把他引導 改遂 另發於一切自心 一切自就是佛的圓滿 普度眾生的智慧 佛是大智慧者 所以要追求成佛的 幫助眾生的智慧能力的心態 要發這個心 來 來學佛 所以說 在給人歸一身 就是要這樣努力去眾生 何況出家人呢 這個叫歸一身 所謂身是什麽 來 行動 身就代表 你要去作業了 真實要去同理大眾 一切無礙 你真實要去途度眾生 進入這個菩提心的行為 叫歸一身 所以法是慈悲 佛是你的自性 自性本來就是佛 那我們了解了 原來慈悲才可以達到自性 那生邪呢 就代表一種實際的行動 實際對待眾生的方法 所以你就要去勸 特別那些有福報接觸佛法的人 所以各位不要捨棄泰國 不要捨棄緬甸 不要捨棄斯里蘭卡 他們特別緬甸有65萬出家人 泰國有這麽多出家人 特別泰國的出家人 應該講比緬甸多 為什麽 男眾 他們是男眾 緬甸雖然號稱65萬 那泰國有40萬 40萬都是男眾 泰國女眾不算出家人 這是比較可惜的 所以我也有在幫他們 來台灣授戒 來台灣授戒 但是你不見得授完戒要回泰國 因為你回泰國 那如果你說你去受了比丘尼戒 這是違背泰國傳統的 修行也不需要讓別人煩惱 那你可以到別的地方 甚至你用菩提心做事 穿個白衣 泰國的女性出家人叫白衣 李光頭穿白色的 那你用菩提心做事 你也不要在乎那是黃色不黃色的 你如果在泰國裡面用泰國人穿個 比丘的袈裟走來走去 你給那一代BQ很煩惱 因為他們認為這個是不行的 泰國沒有這個先例 但是我跟他們講的是 不要重視衣服 心態最重要 發以真實發起這個 成佛杜仲神的心 那怎麼樣幫助他們呢 也就是若以財色 若以法色 那修行你要用好步 用急 老實說 我們一直扶持色拉茄 我對色拉茄最大的 最大的祈願 是希望色拉茄有三千多個菩提心 好不好啊 讀格西是為了菩提心 而不是一種學術 既然從小喇嘛一直培養 所以我跟主任說 主任 有菩提心的人 就可以叫化有菩提心的小孩子 我們現在只能出錢 但是學生 你們一定要用真正的愛心悲心 去感化他們 讓他們從愛心悲心 看到了自己生命的依靠 而不是爸爸媽媽 不是電動玩具 不是長大以後的男人女人愛情 而是菩提心 所以這一點是我要強調再強調 有了福報 更要有一個菩提心 讓小孩子 讓家長 讓社會感受到 那這個菩提心 你就不能說 不關心印度人 不關心窮人 你對誰都要關心 就那個環境 所以我今天有跟這個主任說 他們有一塊地 他說問我們要不要蓋 我說我會 我們要蓋一個生命檀程 裡面就一直演這些菩提心的這些影片 或什麼 讓小朋友來參觀 來得過冰淇淋 菩提心冰淇淋 就是要用柴色 你要先給它快樂 再以法色 因為我們要盡我們的力量 勸他們真實發菩提心 特別他們從小就出家 要讀三十年 哇 這個如果一離開菩提心 那就浪費了 所以首先要用金錢 用世間的福報 來攝取它 再來呢 這個法就是菩提心 如果你沒有真實的菩提心 真實的大悲心 那就算你講了菩提心的經典 就算你講地藏經 那你也感受不了菩提心是什麼 所以我想心態很重要 我等一下比喻說 這個人很愛你 你可以感受到你的心聲 對你很愛很照顧 你只想就開心 對不對 說什麼也開心 因為你可以感受到 所以達摩祖師 為什麼叫以心傳心 不想要立文字 立文字有時候末法時期 這些文字也會造成別人有分別性 反而不容易看到心跟心之間 所以真正要修菩提心 特別修金剛秤 各位一定要依止喪失 因為你沒辦法從 像我們唐密所有的遺軌都在 各位大藏經有細分是密教 圓滿的遺軌都在裡面 但是呢 已經沒有人在修 所以人家說沒有傳承 並不是沒有遺軌 遺軌都存在有出家人 卻因為沒有真實的菩提心 而叫斷了傳承 所以三面夜界太偉大了 是把菩提心當作生命 你一破菩提心 退轉菩提心 叫下無間地獄 各位 要不要受三面夜界 說就好 要做兩車要來喔 海軍 海軍陸戰隊要電到四 所以你要有這種的習慣 你越不怕你才有辦法 你如果保護自己就沒辦法 所以若以財色這次先要做 再來若以法色 那是 所以我有時候我跟一些法師說 如果你沒有菩提心 先不要說法 因為你說法 人家認為說這個就是菩提心 這樣就好了 我們師父也想起 我們師父也很愛錢 這事情就改我了 然後這樣以後 我們就沒辦法做一個很好的示範 第三 依於不退菩薩之身 那各位你今天真的要行菩薩度 幾三步 那一定要去找出那個已經 不退菩提心的修行者 特別是出家人 依於不退菩薩之身 所以當然 我經常很喜歡一直跑 全世界一定有很多發菩提心的人 乃至修行者 然後我們要去求他 去接近他 有些是在家 有些是出家 特別很多大菩薩 視線不是佛教徒 他不是佛教徒 因為我想教內 反而互相互相 比較來比較去 反而菩提心被壓掉了 菩提心有時候是在孤獨的狀態 展現出來的 因為沒有人會跟你比 那你就默默地去做這件事情 但是各位要去用生命去依止 所以各位要每天參會 廣修功德 祈求三寶加持 讓我們呢 能夠依止到這些 已發菩提心不退轉的生邪 但是各位 你千萬不要隨便去拜那種 雖然理論講得很好 現在很多 並不是修阿羅漢是錯的 各有各的根器 但是既然你願意修菩薩道 你不要去清淨惡秤者的人 不要清淨 可以供養 不要清淨 因為對修大秤的人來講 惡秤者是個邪見者 不正見的 因為他會讓我們消失 菩提心 哎呀你自己就沒有解脫 沒有出禪惡禪 你去修那個 他會跟你講這個 他們的理論更有次第 會迷上你 所以各位這點要求 所以